美债危机持续恶化 但对于提高债务上限 国会仍迟迟没有达成共识 财政部长叶伦近日提出警告 美国最快会在6月1日面临债务违约 恐怕将严重冲击美国经济 两党仗持不下的原因 是因为共和党要求白宫删减开支 换取提高债务上限 但美国总统拜登不愿让步 更指责共和党员挟持国家经济 作为谈判筹码 为了凸显违约的严重性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5月3日 发表分析报告 将状况分成三种 若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 也就是6月1日前 避免违约发生 还是可能导致20万人失业 失职GDP下滑0.3% 失业率也将上升0.1个百分点 短期违约则将导致50万人失业 GDP下滑0.6% 失业率升高0.3个百分点 若长期违约可能导致830万人失业 GDP大减6.1% 失业率狂飙5个百分点 而且股市恐怕会暴跌45% 为了避免比银行倒闭更恐怖的经济衰退 华府已经开始考虑折中方案 包括短期提高国债上限 拜登目前已经邀请国会大佬 在9日前往白宫开会 这将是拜登自今年2月以来 首都和众议院长麦卡锡会面 随着债务违约的期限逼近 市场已经开始出现担忧的反应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 也让各界更加紧张 要是两党继续恶斗 恐怕真的会拖垮美国经济 全球金融市场也难逃冲击 怀孕新闻5G而我综合报道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怀孕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